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準備好了嗎? 我知道 阿倫 這邊等著你的全國粥粉麵飯 2020年年初的時候因為一場疫情打亂了很多人的計劃 很難得都度過了一段居家的狀態 怕去到復工廣州城和以往依然都是不同的 我們因為這樣就拍攝了兩個程之下廣州城的紀錄片 開始了這一年 怎會有這麼多人戴口罩 感冒發燒才會戴口罩 或者是平時都不點太 因為疫情帶來的這些落差很難接受 都沒有後悔的話 當時我們拍了這條和美食不太相關的片 去記錄這座城市的幾個大事 自己有感觸的時間 鴨 水蛇 龜等等的菜式 帶出了暫停營業 民生大學接到空點 對我們所有的菜、食品 都要來客家 民生無小事 每天就多關注文化食 食在廣州 很美味 商家不能攪拌 我們又不能吃 作為媒體也應該略盡 找了四位比較典型的商家 讓大家了解一下他們的狀況 看看他們的決心 我其實不是想表達他們有多艱難 大家都一樣 其實 住今次一個特殊時期 非常時期 和大家測評外賣 剛剛復工的兩個月 因為政府鼓勵減少外出飲食 很多餐飲店都沒有開門 為了保持節目的正常更新 我們節目製作的內容 是增加了外賣測評 和粵賽製作教程 度過了這一段時間 四月份降落疫情得到了控制 我們重新拿起 吃下全世界的初衷 由廣州周邊城市開始 一路向北吃過去 同時為了更好地和探店內容區分開來 我們在B站也都開設了分號 品城記本地版 專門播放廣州本地 和周邊地區的探店內容 那怕疫情還在繼續 全國各地街道上的行人 依然都是戴著口罩行色匆匆 繼續前行 不過在食肆裡面的歡聲笑語 又是很真實很珍切 就好像一切的苦難都不曾存在 看來美食真的可以令到人 暫時亡卻煩惱 享受當下 只要吃飽了 就有了面對一切的勇氣 帶領我們去過最多的地方 在這一段時間 是他們 這個梁彭達 大家都很熟悉 姚大秋出鏡那個 真正的幕後英雄是這一位 陳道慶哥 很多時候在彈幕或者留言說 打打鳥掰 說鏡頭畫得很美 但是我想說 有超過七成 是陳道幕後英雄 他去處理著 彈彈去拍什麼的 所以我建議在這一段 首先大家走一輪彈幕 陳道鳥掰 廣州探店和全國周圍走拍的旅遊風景 其實就是 簡單一句話就是 美食不止於美食 因為我美食為切入點 它附帶著很多東西 可能人民關懷 或者是一些風土人情 整個團隊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就是把我們祖國引以為傲的璀璨文化 包括大好河山 博大精神的美食 獨特的歷史人文等等 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洪涼出去 有人說 你們只是個小的自媒體 何德何能 是 我們雖然小 但是 也能以自身的綿薄之力 去做這些我們熱愛解決的 有意義的事情 導演說的是 我是用文字語言 攝像要用鏡頭語言 而所有拿大旗的幕後黑手是他 他要把兩種東西統一 才能出現一個好的作品 然後你會用一個 對的符合意境的音樂 再整套完成一個過程 大概這樣 嘆水教父就是大家給面子 當然為了助實這個名號 我基本上都是在周邊 和大家發掘很多很多的 這些補藏小店 還有這個瘋狂早餐系列 和各種不同類型的茶餐廳 你說這一年有沒有什麼遺憾呢 其實都有的 女嘉賓方面 其實請不到黃冰冰 其實算是一個遺憾 還有就是 沒有吃到這個黃油鞋 還有一件事要和大家說 我和大餐很相似嗎 不是啊 沒有理由 你們這樣也會認錯嗎 大秋遊世界 假聲是歎世界的嘛 除了探店之外 我們依然都是那個 關心公益 和關注人民變遷的品成績 八月份 我們親自去了高洲 給那裏的貧困學子 進行了捐贈 九月 我們和粉絲徵集書籍 出資為高洲的小學 和高中建立了圖書館 希望他們可以以此為契機 看到了外面更加廣闊的世界 用讀書和學回來的知識 和更開闊的視野 去改變他們的命運 高地街啊這裡 為什麼要高地街呢 我們還針對一系列廣州的老街道 作出了探訪 講述他們的歷史和變遷 令觀眾們更加深同感受地 了解這一座歷史文化老成的前世今生 自己是怎樣長大的 然後就找回一些有共鳴的東西 相信不止我一個人在這裏長大 大家都在這地方長大的 品成記 品成記 你品成呢 除了美食之外 還有一些文化的東西 文化和美食之間又是相互相成的 自己出發再擴散到其他人的生活 然後再通過人的生活 去品味一座城市 一條街 這一年呢 我們都為大家尋找了不少特色的美食 那相成呢 不單是我們賴以維生的渠道之一 其實也是我們作為美食媒體 所應該擔起的責任 因為拍攝節目的原因 我們經常都會接觸到很多 各種各樣的食品 食材 平時也會對這方面的資訊比較關注 我們都希望將自己看到的 吃到的 分享給各位 福堅是我們商務部的同事 從選品到發貨到售後 都是他帶著商務部的其他小多半 一起去完成的 品成記從創立到現在已經有四年時間 四年 對於一個自媒體來說 已經是年老式衰 但是有著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依舊保持著一副年輕的進步的心 力圖去為大家創造更多更新更精細的內容 過去的一年當中 我們收到很多股東的私訊 評論 當中有人說我們品成記是越做越好 也都有人說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這些文字這些模型的鼓勵 對於我們來說是激動人心的 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大家和我們共同進步 我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到的 雖然我們的團隊不大 不過每個人幾乎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所以品成記希望帶給大家的是多元 不單是美食那麼簡單 美食背後的文化 純粹的歡笑 觸動心靈的情懷 美倫美喚的畫面 所以接下來的一年兩年三年很多年 我們都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和一夥年輕的心 帶給大家更多優質的內容 新的一年我們不見不散 來,準備,3、2、1 新的一年快到了 各位,你說,各位股東 好了,3、2、1 各位股東新的一年就快到了 品成記出大家 牛年快到了 品成記出大家